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这一天任其胜不到两周的英国首相强森 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且宣布再度军援乌克兰 这将五千四百万英镑 大约新台币十九亿两千五百万的军援方案 将包含两百架无人机和制空型弹药 以加强乌克兰军队追踪和锁定来犯俄军的能力 强森也再度强调 英国会对俄罗斯持续例行制裁 不会因为俄罗斯以能源作为筹码而妥协 在六月英国从俄罗斯进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的金额为零 这是自一九九七年有记录以来首建 除了军援和减少对俄能源依赖 英国和乌克兰也宣布签署数位贸易协议 两国双边贸易要扩大应用电子交易和电子合约签署 为乌克兰资讯科技产业提供有力支持 驱动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和成长 华视新闻土姓马度告编译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